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至少他有一个温足市场过滤机的功能 相当成值 可能是分属外国人的关系啦 老实说 时下股评人有些市场意见和批评 部分大行是置之不利的 认为未够班 有什么问题的反而叫问David Work 他当年跑去选港交所的董事 打赢几名的华智对手 当年都还没有互联互通 他在港交所董事会对手是李叶广和周文耀 据问周文耀面对David Web的诸多问题 样样质疑 不但没有不耐烦 反而认为能够提升思考 推动市场去改善 奈何当年David Web只是做了一届 其实他出道就早在90年代尾 传媒对他是三分恭敬又大点害怕 因为论熟悉市场和上市规则 然后愿意公开发现David Web是少数之一 但是聪明人总是串的 记者不做功课的话 David Web不会串你 更加不会骂你 但只是会重复他的文章内容来交差 要拿更多的三笔 记者就明白下一次要多些做功课了 2017年的迷茫50 肯定是David Web的代表作 证监因为名单和文章的内容 调查多间公司 不少甚至要停牌 部分涉案人被控 更加掀起证监打斧行动升级 以及与港交所之间的角力 因为身体的关系 David Web一子宣言 但有明金收兵的意思 热爱世界股 大炒作 贺资源 股坛中人 David Web的淡出 某程度上是对一小部分人的好消息 但对整个香港市场而言 消息很愉快 答案就相当明显了 David Web这二十几年来 坚持的事太多 空手而回的更加是无数 他一早不满交易所垄断 不满港交所可以继续审批上市 他N年前希望无子化 现在仍同是无影化 他主打的是提升企业管制 在目前香港国际市场地位 面对不确定因素 更多的中资股主导 以及更多世价股活动涌现之下 市场要的是更高调的David Web 而不是淡出奈何现实是残酷的 从财经传媒的角度 David Web二十几年来 对香港市场绝对有贡献 市场再变 环境亦都一早已变 市场聪明的人很多 但是愿意公开发声的又有多少个呢 但愿David Web身体健康 早日传逾 你的健康 才可以令到市场更加健康 一手掌握 右线新闻 好